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请要看Signify第11节 这个Country and City 这题目是说 它一开始会输入一个数字 这数字呢 就是表示这里有几个国家 那后面呢 会接一下这国家的这个城市 例如说这个 例如说美国有波士顿 碧茲堡 华盛顿 那这个英国有这些 那接下来呢 再来输入这个一个数字 表示接下来这里有几个城市 那我们要把这城市 对应到的国家 把它这个输出 所以呢 现在就是要把资料读进来 建成一个字典 接着呢 再来查一下这字典 好 那所以一开始 一开始我们先建一个这个字典 用DIC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读一下这个数字 刚好这边就是有N个国家 这边就INT input 好 先把这东西先读进来 那读的时候呢 可以留意一下呢 它前半段第一个 读的时候留意一下 第一个呢 是国家 接下来是城市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可以用 input.speed 好 但speed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国家的名字 接下来它有一串 但不知道多长 就可以加这个信号 Cities 好 这里不知道多长 你就可以用这样子来表示 但是我们这里呢 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我们这里呢 我就先印出来这个Cities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先执行一次 对 所以你看哦 它这边输出呢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List的方式来输出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里 这个每个城市 我们接下来就要做了 就是把城市列表进字典 ForCity in这边 好 这边的话呢 就是从列表里面拿出来 接着呢 就是把这个字典 塞入这个城市的名称 接下来输出呢 就是这个国家 现在就把这个国家里面的城市 对应到这个国家 接着呢 又跳出来 就再跑一圈 就跑下一个国家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到这边就完成字典的建议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查询 ForCity inRange 好 那这边呢 就是还有下一个这个数字 每次查 那我们要做的是 把这个查询的城市 输出它的国家 所以在print city additionary 接着再输入要查询的城市 input 好 那这样子对应到字典 它就可以完成输出 再执行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我们再检查全部 好 那这样子呢 也可以全数通过 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简单回顾一下 这节的重点 就是通过Dictionary 建立字典 那有个小技巧 就是speed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个信号 来建立这个 不知道长度的这个列表 好 接着再使用字典的查询 就可以得到对应的答案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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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